国际焦点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海军四艘舰艇 在今天是抵达了古巴哈瓦那 其中包含了核动力潜舰卡山号 那么这一支俄国船队呢 他们宣称他们是不携带核武的 但是会进行演习 不过船队距离美国只有90英里 大约是145公里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尽量去淡化事件的严重性 但是前美国中情局的官员警告 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丁对于美国 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国境内之后 所表达的愤怒警告 俄罗斯核动力潜舰卡山号 开进了哈瓦那港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因为卡山号它配备了构石高超音速飞弹 并且将会与古巴进行联合演习 不过这一次俄国核潜舰访问古巴 还是让人想起了1962年的古巴危机 但是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他已经表示了俄罗斯潜舰访问古巴 已经不是第一次 美国军方也会密切的关注 好 再来就看到大陆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 日前是低调的出海二度进行海事 与大陆首艘航舰辽宁号 同时在渤海还有黄海的海域现身 有媒体就指出说了福建舰这一次的试航 实施的是急转弯 还有Z字型转向海上大道车等等的动作 对此前大使建文集分析说 这个很有趣是紧急状态之下 回避攻击的一种测试 我们来听他的说法 不见见他这个海事两个连的很近 对 两个礼拜 两个月之间就做了30天的海事 第一次大概是10天 接着一个礼拜接着就是出去 就5月23号出去 到6月就昨天 6月11号回来 大概20天 那从这个很多这些大陆透露的这些资讯来 他做的项目都基本上这两次在测试航母本身的操控 跟他的航行 他的能力 有这种快速加速 有做这个八字型的 八字型的 这种快速的 那也有就是说 就是说这高速最小半径的转弯 那有有这些这些军迷 他们看到就是说 好像并没有说这个真正在全速在做这个试验 那因为这个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作战的时候 有这种快速转弯 对于闪避来攻击的各种各种武器来讲的话 它是极有意义的 那可是就是说他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可能只是第二次 还没有把马力全部加足 可是呢基本上 我觉得这两次的这个从我们的资讯来 他在测试这个这个船体本身 他的航行的平稳度 然后在不同的这种状况下转弯之下 他是不是还能够保持平稳 第二个就是他的引擎的 这个所谓的他的运转跟他的加速 然后他的航速到底有多少 还有最有最有趣的就是说 有人看到说他做急速的倒退 倒车我们有时候开车倒车入库 原来航母也有倒船入库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种这种操作 其实也是紧急状态上 就是说回避攻击 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回避攻击的一种一种测试 那也就是说今天一辆新车 就看他能够快速转弯 然后呢找三路 试车 然后能够加速 然后这个好往前走往后走 我觉得这个二十天 就是说对对于这个对这个福建建来看起来 是蛮顺利的 因为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很有很有说服力 就是说 他说第一次海市十天 接着休息不到十几天 就第二次海市 就表示第一次海市的结果是非常良好 没问题 他就没有需要回来调整的项目 一出去海市 引擎也是问题 舵也是问题 这个平衡感也是问题 那回过来第二海市 他就不会这么快 对对对 那如果中间只有短短时间 就又出去了 就做另一些项目的测试 就表示这艘船 他基本上这个测试的结果都很良好 应该是没有重大的问题 那当然了 就是说跟过去的这个辽宁号 跟山东号比的话 这个很多动作有人在比较说 有都是第六次海市 第七次海市 才出来的演练项目 第二次海市 就大概都做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可以推断这一艘船 事实上他的建造 是没有重大的问题的 那尤其在这个航行 跟他的这个航 这个各种测试 都应该是都达标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看 他的建载机 那么是不是歼35 然后他的这个电池弹射 是不是能够这个通过测试 那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 娇原蛋白生态 买6盒就送5包 每日完胜口还定 买8盒就在加码送 14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带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